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场我带来了一组试管 然后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这个很像鸡尾酒啊 对吧 鸡尾酒大家比配一下淘一杯 可是那个管状不同 对 七色是彩虹色吗 可是这个跟彩虹色看起来 好像没有彩虹色那么绚烂 那么美啊 对 那么美 而且一用上试管又加上液体 你就总感觉咱们的节目又是这个性质的 就跟医学有关 跟化学有关 跟化学有关 我感觉中间第三个那个度数最高 很像老药酒啊 泡的什么党参啊枸杞啊 泡那么一壶 就这些到底是什么啊 虽然呢不像彩虹那么好看的颜色 当然它也不是代表彩虹那么美的一个寓意啊 这是一种危险信号 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数字 是跟这个有关的 在我们中国呢 有将近一亿人得了一种非常凶险的疾病 为什么说它凶险啊 一方面呢 是这个得病的人非常的痛苦 第二呢 就是在他漫长的人生过程当中呢 会为此花销很大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它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而我们这些七彩的液体 跟它又有什么关系呢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 冯广青主任 有请 冯广青 青岛市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 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是齐鲁商寒学术流派第五代传承人 他擅长运用经典理论 治疗内科杂病和疑难病 在肾病科的中西医诊疗方面 有独到的见解 欢迎冯周任您好 您好 这个我们每次开场 都得问大家一些问题 今天也是 带出来的这七彩的液体 这是什么呢 刚才我听有人说是鸡尾酒 不是吗 宋初遇说是鸡尾酒 这一看很好喝的样子 你记得我之前有过一次节目说到 当病人生病之后 他的某种体液会有很多种颜色吗 对的 这是小便 这不会真是病人小便吧 这么深的颜色 我们说五颜六色 今天给了这七种颜色 其实我们病人在生病了小便的颜色 远不止这七种 今天我们的编导比较淘气 给了七种颜色 这是要召唤神龙出来吗 把您的召唤出来了 神龙来了 今天我们要揭晓一下 如果说这是小便颜色的时候 那么代表什么病 对 我们看到这七个颜色 首先这个是什么浓茶的颜色 对吧 这是茶叶 茶叶水 但是它代表的是浓茶色的小便 一般会提示肾脏 跟肝脏相关的疾病 你比方说肝功能异常 胆红塑尿 是这个颜色的 这个颜色 其实是水了 这是透明的吧 对 它透明的 还闻一闻 饮料对的 对 我们现场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或医生就要勇于尝试各种风险 好的 确实这个是水 但其实它代表的是 纯色澄清 没有颜色的小便 这不是好事吗 这也是不健康的 这也好 我们的小便应该是个淡黄色 清澈的小便 淡黄色 那么这个无色小便呢 其实也会提示肾脏固脏 衰竭的早期信号 这个 肚子最高了 对 酱油色的小便呢 其实很少见 对吗 谁尿了小便跟酱油色 这么浓啊 但其实它 如果说是一个 溶血的病人 肾衰竭的病人 可能是这个颜色的小便 对 酱油色 这个看起来像粉红色 如果看到了 家里面的小便呢 是一个跟洗肉的水的颜色 我们叫洗肉水色 淡黄色 那种粉红色 而且是略带浑测的话 一般情况下 会提示有尿路的炎症啊 或者说是有肿瘤 它的鉴别是看疼不疼 小便如果不疼 是洗肉水色 可能是肿瘤 但疼的话可能是感染 那这个就是一个感染的小便了 就发红的颜色 一般女性病人可能在医生当中 会有一次的尿路炎症 尿色是红的 这有可能 再一个可能如果也是无痛小便的话 可能是急性肾炎的表现 也有可能是 至于肾病肾炎 这其实应该是 椰汁 应该是椰汁或者牛奶 代表的是乳迷尿 白色尿 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是感染 也可能是某些特殊聚能感染 这是白色尿的表现 这个呢是 这是代表的是黄色小便 一般来讲 黄色小便是最常见的小便 但如果黄色它有不同层级的 变化的时候 那么可以见到我们正常人 一天当中不同时间 比方说早上起来偏浓一些 你再喝了一些水之后会淡一些 如果你喝的饮料是带颜色的 比方说胡萝卜汁 吃了维生素B 吃了橙子之后 可能会偏黄一点 这有关系 但是今天这个小便 它是不是浑浊 有点浑浊 浑浊的话呢就要考虑里面 是不是我们说过的 有没有蛋白尿啊 有没有别的一些物质在里面了 这么多的颜色小便 可能会提示很多种的 跟肾相关的疾病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答案的揭晓 好 我们大家平时呢 还是要多多观察自己 对 要注意这个尿液的颜色 一旦有问题的话呢 就要及时的去寻医就诊了 对 应该提醒的是啊 当中 如果说单纯是炎症啊感染啊这些 还好说 我们消炎就可以了 但有些尿液出现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浓茶色 嗯 酱油色 嗯 持续的无色的小便 这些都可能会提示一种共同的问题 肾脏功能衰减 哇 哦 对 因为小便本身是我们身体 通过肾脏去排泄代谢废物的一个过程 嗯 嗯 那么它的信号直接反映了我们身体 是不是能够把这些毒素废物顺利的排出 或者说排出当中混杂了一些别的物质 能够反映我们身体重大疾病的 对 好 那么我们也提醒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大家还没有记清楚这些尿液代表的是什么 呃 病的话呢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尿液就可以知道详细的情况了 今天的主题就是跟这个急性肾衰是有关系的 没错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急性肾衰呢 接下来也请冯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好的 好 那具体冯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 好了 那么刚才我们看了七种小便的 颜色不同 但我要讲的是有小便还是好的 就怕的是有的病人突然间没有尿 尿不出来了是吧 对 没有尿尿量减少或每天少于一定的数量 这是一个发生肾衰结或者说急性肾衰结的一个主要表现 那么急性肾衰呢我们一般会有这样三个方面去做一个分类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肾前性的肾衰结 这是怎么解释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发生肾衰的原因呢 它不是在肾脏本身 而是在来到肾脏之前的问题导致了肾功能的异常 比方说我们肾突然间不来血了 毒素排不掉了 各种原因 最常见的是什么 比方说大量的出血 我们知道手术当中的出血 外伤大量血都流掉了 这时候病人一般是没有小便的 因为身体要把血液去供应重要脏气 供应脑啊 心脏啊 这些重要脏气 所以说肾脏就先不管它了吧 这是一个肾前性的情况 那么再一个是肾性的肾衰结 肾性就是病变是在肾脏 我们刚才在准备节目在聊天的时候 说到我们今天有认识的朋友 手术当中在输血的时候 发生了溶血 就自身的血液 红细胞突然都破碎掉了 这时候大量的血红蛋白 它不能被身体利用 要经过肾脏排泄的时候 会把肾脏给堵住了 这时候的小便就是我们看到的 酱油色的小便 这是一个肌性肾脏结 再一个是一些特别的情况 比方急性的肾炎 急进性的肾炎 还有一些肾病综合症 尿量太少了也有关系 肾脏被堵掉了 再一个是贡米星子边这些情况 都会是肾性的肾炎结的原因 这是第二个肾性 再看第三个 那既然是有肾前肾性了 还有一个什么 肾后性了 肾后了 肾脏之后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我们排泄的通道 输尿管 膀胱和尿道 出了问题之后 尿液排泄不出来 可以往上影响肾脏 一般鉴于什么 老年男性的 严重的前列腺增生 肥大 会有 再一个 结石吧 尿路结石 如果说病人 双侧尿路都有结石 双侧的都被梗住了 或者说刚刚尿到 排尿的时候呢 有结石给卡住了 那时间长了 尿出不来 会出现一个肾后性的肾衰结 也是急性的 对 这三种都是我们说到的 急性肾衰的原因 没错 肾前性 肾性和肾后性 刚刚的冯主任是给我们说明了 哪些原因会造成急性的肾衰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有一些不正确的行为 也会造成急性的肾衰 没错 我们接下来呢 也考考我们的几位嘉宾 好 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请大家判断一下 这些行为 会不会导致急性肾衰呢 其中有 跑马拉松 大量腹泻 海鲜加啤酒 还有肾结石 这结石刚才说过了啊 是肯定的 前面三个 海鲜加啤酒 我和冯大夫我们都是海边人 这个在我们海边得 那个痛风的人多 好像肾衰我听说的 确实没那么多 去年南京马拉松 有一名是四十岁的男子 他跑到终点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昏迷 然后一检查就是急性肾衰 因为了解到他在这个 跑马拉松之前 得了这个感冒发烧 然后吃了药 但是并没有好 然后又坚持去跑马拉松 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 腹泻应该不会吧 腹泻不是肠道的问题 跟肾有什么关系 好 这是我们各位嘉宾的观点啊 我们也问问电视机 现在的观众朋友 大家也可以猜一猜 如果您想提前知道 生活中哪些行为 会导致急性肾衰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字 急性肾衰 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 那么我们还是要 请教一下冯主任 到底哪些会导致呢 我刚才看了体版了啊 我觉得我们编导 还是很用心的 这几条都会引起肾衰竭 都会 都会引起来 首先说马拉松本身呢 它是一个挑战人生 极限的一个运动 是 有的人还是去铁人三项 除了长跑之外 还有铁银车 还有游泳 对 强度很大 对 我们看到很多马拉松运动员 他们在跑步当中 是要干什么 不停地去 喝水 喝水的 那如果说 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 你有想 节约时间 那可能 你在强度大的同时 你没有及时地去补充水分 就可能会导致 类似于跟 丢失血液一样的情况 丢失水分 丢失水分 水分是哪儿来的 我们都是 血液输送器官之后 变成了汗 变成了尿出来的 大量的出汗 也会导致你的血容量 继续减少 出现肾衰竭 这是一个我们说的 肾前性的因素 我门诊上就有 好几个这样的病人 后来就住院 当然都治好了 就是办了健身卡 办了卡之后呢 去了健身房 会有私教 我的私教科特别的好 让你看看效果 今天这一小时 我让你体验人生的巅峰 又是跑又是跳 又是做什么 佛撑什么的 三天之后 病人尿液颜色深红 酱油色 浑身酸痛 一查血肌肝升高 肾衰竭 这样的病人并不少啊 平时你的身体里面 没有这么多的储备 你在短时间里头 你的肌肉被拉伤 其实我们健身 为什么人会变强壮呢 都是在肌纤维被拉断修复 拉断修复 不断的变强壮了 但你突然间 拉断太多的肌肉色的时候 那我们的肌红蛋白 修复不了了 对肌红蛋白会进入血液 把肾脏给堵住了 导致了肾衰竭 这是一种急性的 肾性的肾衰竭的情况 我们就是肾脏管坏死 这是一种情况 所以说马拉松会不会啊 会 是有可能的 太好了 下次那个教练再喊我 多做一个 多做一个的时候 我就说不行 我的肾脏不允许这样做 你明显是强度不够 我跟你讲 对 我是觉得不光光是马拉松 就是很多大强度的运动 对 都会导致 就是自己的控制一下 对 是要注意的 那我们怎么预防运动伤肾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再一个是循序渐进 那我之前也说过 我的有尿毒症的患者 现在也是跑马拉松的明星 肾衰竭透析了十四年 我的一个好朋友 天哪 他从最初心脏衰竭肾衰竭 下不了床 到最后开始恢复运动 到现在每年跑十几个马拉松 而且跑得非常的快 他是我朋友圈里面 跑得最快的一个 这个业余的运动员 他是怎么康复和恢复的呢 对 就是循运渐渐 我喜欢 但我科学的去运动 所以我跟我的患者讲 不管你的肾脏情况怎么样 都有可能会做一些运动 而且不要放弃运动 运动本身带来的 不仅仅是心情的愉悦 对身体的康复是有帮助的 是的 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保持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 我们还是希望循序渐进去运动 那怎么样进行科学的运动呢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 发生急性肾衰竭 肾前和肾性衰竭的原因 是因为大量的失血和失业 运动强度过大 那么我们针对它去做处理就可以了 比方说尽量避免空腹和不饮水的情况下去做运动 不管是在运动前 运动中和运动后 都要及时的补水 好像对我们运动之前会吃根香蕉 但是没想到要喝水 这是补充能量 对 但好多人重视了碳水 重视了脂肪和蛋白质 但是没有重视水 怎么监测呢 就是看你的小变量 保证你的小变能够每两三小时就小变一次 这样才会比较好 这一个 喝的是不是就是白开水最好是吧 我是建议的 白开水 但如果说你出汗过多的话 那也应该在里面加一点点点质 比方说我们可以买一种 专业的运动饮料 包括一些运动的饮料粉 自己去充沛 最起码的话 你在水里面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蜂蜜 或者是糖 都可以防止丢失过多体液 是不是也有一种说法 说是运动完了之后 不能立刻就去大量的补充水 这个我们就做我研究的 什么时候 补水最合适 一般来讲 在运动之后 你有明显口渴的时候了 是一定要喝水的 一定要喝水 你口渴的信号 告诉你身体的贴血水 已经大力达成这二了 那再不喝的话 可能严重口渴 会出现眼窝深陷 烦躁 心慌都会出现了 所以一定要喝水 而喝水的量是要注意的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建议少量贫浮 而不要突然间大量饮水 大量饮水 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有的病人的话 如果你有心脏病 反而会引起新功能的衰竭 一般来讲 我们建议运动当中 每半小时 喝五十到一百毫升 比较合适 也就是说跑步的时候 你看到抓一小杯子 喝一半撒一半 对对对 就是总的来说 我们就要循序渐进 然后因因而异 我们量力而行 是的 这是刚刚说到的 跑马拉松 包括一些大幅度的运动 对对对 第二个我们刚刚说是 大量腹泻 刚才陈起质疑了 这是一个消化科的病 为什么会有肾衰竭呢 原因是一样的呀 水 丢失了体验 就拉脱水了 对我们见过这样的病人 拉脱水了 不仅是大便特别多 你问问他有小便吗 没小便 可能半天是一天都没有小便 这时候肾脏就很危险了 大量失液 跟失血 跟出汗 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说 当你有严重腹泻的时候 那如果又有口渴的情况了 及时地补充水分 有人说我恶心我吐 那去医院输液 也要补充这个水分进去 要不然的话 肾脏功能是受到危险的 这个我有一次经验 因为有一次好像是吃这个 生的这个海鲜 吃生的 然后有糯乳病毒 糯乳病毒是一种肠道的 去东南亚国家要特别小心 对 然后大概是一个晚上 三个小时的时间 去了至少二十趟厕所 对 然后就不停地在喝水 因为当时也担心是腹泻会脱水 对 这样看还救了甚一命 就是最初你在出现口渴的时候 就身体给你的信号 缺水了 要补充 那么说到腹泻呢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脱水之外 刚刚您说的这个感染性腹泻 炎症本身会出现相应的肾脏损害 因为这些含细菌的体液 包括一些盐细胞 也可能会导致肾脏功能损害 所以应该一起注意来 该怎么去预防呢 在腹泻这块 并从口入嘛 你在吃饭的时候 尽量不要选择一些 一看就特别不卫生的 或者说自己烹煮熟的食品 尽量不吃生的食品 饭前洗手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我们从小就学的 再一个 饮食当中 如果就是吃了一些 觉得可能会不新鲜的食物的话 两种配料是可以帮你去预防 甚至是改善你的腹泻情况的 我猜一下 一个有辣根 辣根算吗 芥末 芥末可以吗 继续说 蒜 蒜 反正是辣的对吧 对 辛辣的刺激的东西 那还可以吃辣椒呢 那行吗 蒜 大蒜呢 它有很好的一个 杀菌 对 抗氧化的作用 它能够杀菌 所以基本上 你在吃一些 觉得不新鲜的肉食的时候呢 配蒜是合适的 再一个 姜 姜 我们吃海鲜的时候 都要配姜 可是我们常说过五不食姜 那要看体质啊 好多人吃你韩性体质 就是可以的 你到头都可以用姜的 就是我现在发现 就吃日料的时候 它都会配一些小姜片在旁边 对对对 就是为了防止你会不舒服 所以说刚才修益讲了 那个腊根的问题啊 我们学中医的人 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饮食里面的 这个阴阳的搭配 如果你吃海鲜 海鲜除了对虾之外 别的基本上都是良性的食品 吃了之后都可能会有一些 闹肚子的情况 配腊根 配芥末的原因 就是因为 这是温性的 可以中和食物的寒性 让我们吃进去以后的话 肠胃不会太不舒服 除了辣根 姜 蒜 甚至小葱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吃往下说吧 好的 海鲜和啤酒 都是会大家经常会这么吃的 是的 这个会导致急性肾衰啊 这个问问邱姨啊 他不经常这么吃 因为像你们那人生活在海边的嘛 这个肾不肾衰我不知道 这个长肚子是真的 海鲜加啤酒 是不是也会导致腹泻 导致腹泻的原因 有两方面 一个是海鲜是不是够新鲜 再一个 好多人在天热的时候 他会贪凉 喝冰啤酒 喝凉东西会导致腹泻 刚刚我也讲过 海鲜多数是阴性的 添凉的 如果你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人 也会导致这种脾胃虚寒的泻泻 但这个 只要是保证饮食来源新鲜 一般不会是前面说的感染性腹泻 但是问题在 当你海鲜遇到啤酒的时候 这是两种含氧氯比较高的食物 是 它会尿酸高对吧 是 会引起尿酸高来 我们今天中午头我们去吃饭 吃了海鲜喝了酒了 可能饭后尿酸会高一些 但明天后天会下来 这就没问题 但长期的超过身体负荷的一个高尿酸血症的话 会出现肾脏的损害 肾结石 甚至是合并一些关节问题 痛风的出现 这时候就是对肾有所损害的了 如果你长时间不解除 那么又有肾结石 又有高飘龄血症 你还继续的去大量的喝啤酒 和食用大量海鲜的时候 真有可能会出现肾脏结的情况 那直接就到第四条了 那就是肾结石了 肾结石的情况呢 其实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如果说这个结石 是同时耿阻了双侧的输尿管 或者说是排尿的尿路 影响了肾的排泄的时候 会引起和加重肾衰结 但有的时候肾结石它很安静 比方说我们在肾脏 食肢内部的结石 它排不出来 它就不可能堵在尿路上 它就一般不会有肾衰结的情况 所以说有结石 你要去找医生判断 会不会引起来 一般来讲的话 引起排尿不好的结石 一般会引起疼痛来 排尿当中突然疼痛了 排尿不顺畅了 而尿液颜色又改变 尿变红 尿痛 一般会是引起这些排尿不顺畅 甚至是肾衰结的原因 好 那最后呢 也请冯主任 给我们再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讲了几种原因 会导致肾衰结的 肾前性的失血 失业 那么肾性的情况呢 包括我们溶血 包括急性的感染 过敏这些情况 那么肾后的结石 包括老年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 严重的肥大 会引起排尿的梗阻 那么这些情况 都会是我们导致肾衰结的原因 要早期做一些预防 找到病因之后 对症下药是比较好的方法 那主任我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在市面上 有很多的美容产品 也有一种说法说 是不是美容产品 会引起到肾的衰结 女孩问的就是这个 我们有这样的病例 病人来了之后 尿检不正常 找原因 没有家族病史 没有糖尿病 没有血压膏 这些可能会导致肾子害的情况 那么长尿检呢 仅仅表现是蛋白尿之类的问题 那么在往后推病因的时候 发现病人可能会有染发的情况 用染发剂 或者长期用美白的产品 一般这些里面都会有重金属 比方说拱 痰 痰痰 这些情况呢 重金属会对我们肾脏有影响 但一般情况下 就是慢性的肾损害 可能早期就是一个水肿啊 泡沫尿 后期肌肝升高 会出现肾衰结 不要忘记 任何的质变 都有量变的积累 对 这也挺吓人的 对 就是你日常积累 超过限度以后 可能会有一天肾不好了 衰结了 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建议是 尽量用健康的产品比较好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再一次提醒我们大家 一定要重视这些潜伏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 避免引起急性肾衰 我们现在呢 都已经知道了 急性肾衰的危害性 所以呢 一定要提前做预防 是的 那到底有什么样 预防的方法呢 在这也提醒各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想知道 如何预防急性肾衰 可以撒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字 预防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冯主任 结合道具跟我们来说一说 预防急性肾衰的办法 预防方法呢 有这样几个 首先 及时的补业 不管是运动的补业 还是因为发烧 好多孩子哈 发烧 大量失业之后 我比如说问家长 我说这孩子烧了这一天 小便怎么样啊 好多时候孩子 他不说口渴啊 他只是哭啊闹啊什么的 家长要看 孩子是不是有小便 如果说你一两小时没有小便 那是液体不够 或者尿很黄颜色很深 要及时的给孩子补水 这是孩子的问题 那么在一个 出现腹泻的时候 哪怕你不能吃东西 喝尽水去 也比你什么不喝安全一些 那么打点滴 该打就是打 好吧 这是一个补业的问题 就是怎么提醒我们 该补业了 就是身体 怎么有什么信号提示我们呢 一般来讲 出现口渴 出现口渴 一般是相对比较严重了 一般超过2% 甚至5%的体液丢失了 会出现口渴 再早的话 你可以看通过小便量的判断 那如果说 我现在有我的患者 你最好是 每两小时小便一次 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 饮水量的一个观测 如果少于这个量的话 就可能会偏少一点 如果说你超过了半天 甚至一整天没有小便 那真的就比较危险了 那就危险了 对 当然有种情况 有的病人 是肾病的病人 他早期已经有肾衰竭了 那可能就是那种 白天尿偏少 晚上尿偏多 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另当别论了 这是第一个 补业 第二种方法 这是避免接触 治病的病源 这怎么还能传染吗 包括很多啊 比方说我们感染性腹泻 各种病毒的导致的腹泻 那么病毒本身 会对我们的肾脏有损伤 你不接触的话 单纯是一个水泻 那么补水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再一个 好多情况下会过敏啊 比方说我们在肾病里边 有一种严重肾病 是过敏性子便性肾炎 是很快会到肾衰竭的 那你如果说知道自己 是过敏体质 那么不去接触 和减少 接触过敏原的机会 不让过敏发生 是 那这个病是可以杜绝的 对吧 那这是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尿路梗阻 各种尿路梗阻 都可能会对肾脏有潜在损害 不管是肾结石 还是前列腺增生 都可能会 所以有结石的病人 定期检查 如果你的结石 在肾的集合区 有可能会脱落 进入尿路 造成梗阻和疼痛的时候 那早期处理 可以去碎石 可以找中医师 去吃中尿 去化石排石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是一个前列腺 肥大的老人的话呢 你要看前列腺增生的程度 如果说它的增生程度比较重 出现了尿处流 怎么检测呢 我们建议病人去医院 做B超检查 查一个残余尿 就是在你做B超以后 去小便 谈了尿之后 回来再做一遍超声波 就是在你弹尿之后 如果膀胱里边的存尿量 还是比较大 超过了50毫升 甚至更多的话 那建议您最好是 去找医生治疗 服药 甚至是手术 来解除梗阻 来避免肾衰竭的发生 那冯主任我想问一下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痛风的问题 这个痛风 它如果是一个急性发作期 有可能影响到肾脏吧 会有肾衰竭吗 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这个问题了 一定会 一定会 但是发生的几率 并不是特别高 对 一般好像就脚疼什么的就算了 很多病人在有痛风之后呢 他就会去服药 或者说特别小心了已经 但是就有那样的人 他明知上有虎偏向虎山行 就耗着一口 大量吃了之后 可能会出现 所以说一旦有痛风的话 去从根本上降低尿酸 降低漂流 叶冯主任给我们带来了 即兴肾衰的相关知识 我们也再次感谢现场的 健康妈妈团的成员和我们的嘉宾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 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点20 准时收看安徽市健康大问诊 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里面都有精彩的节目资讯 和实用的养生知识 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